你给我赚钱 赚钱了干嘛 刚才我买衣服你给我买的单你忘了 那不是我买给你的吗 我让你陪我逛街也没让你给我买单 但是我是你男朋友嘛 你买衣服我消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要不你们找对象让男生干嘛 那找男朋友给我买单 那是两码事根本就 那我跟你出对象是为了让你给我花钱的呀 不是 谁规定的呀 出门消费就必须得是男生掏钱 那倒没有这个规定 但是呢 你掏钱的样子特别帅 那我平时不帅啊 帅 当你给我买单的时候呢 我就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 我在你心里是有分量的 所以就是 只要我能感受到 我在你心里是有分量的 对你来说我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也舍得为我付出 那你买什么东西最贵重 就多不重要 但是好多女生找男朋友她都 觉得男生花钱是理所应当的 说啥呢 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 谁工作赚钱容易呀 特别适合 就是谈有点恋爱 男生这方一味的付出 给他花钱 甚至有的时候还得降低自己生活水平 对啊 其实不太公平是吧 太不公平了 但是怎么能讲公平呢 反正在咱俩这呢 就是我有工作 我也有点小钱 我喜欢的东西呢 我可以自己卖 然后呢 你要做的就是孝顺父母 给自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最重要的还是得赞钱 因为你就站起来 去路了 无可取代的人 在这场前》 她不是記不成仅 我不能想对啊 右边有点小匿 也不是民心思维 你们不要想对啊 你不能对啊